话题人物来看到这位父王鸭肉店的小老板 日前爆出了呛女外送员的风波 时隔七天在今天出面13度鞠躬道歉 他也表示先前的六个粉砖并非他本人的立场 此外店家的律师也提到 因为此风波是因他们而起 所以一概承受不追究这件事 因情绪控管不当焦虑 对女外送员火出不当 造成深感抱歉 风波延烧七天怒呛女外送员的王姓小老板 在律师陪同下终于出面一出面 低头鞠躬道歉像是诚意十足 只不过店家对于当天是否刻意脱餐交代不清 这个详细都会交给司法 现场个人跟外送员我们都会打到一个平衡 当天等的时间一定是在20分钟以内 而王姓小老板表示 学做鸭肉有两到三年的时间 这间店是他和朋友河谷开店 不是家人帮忙开的 会不会再开业还要再和朋友讨论 这几天不断有其他脸书粉丝专页字 诚实店家在网路上发言 店家澄清也保证眉山网友留言 我们到今天才出来澄清 就是道歉这件事情 并非本人的立场 因我们而起 那造成社会有这种对立 毁谤等等事情 那怎么说的话是因为我们引起了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一概承受 王姓小老板说要用行动向社会大众道歉 营业额全数捐赠社福机构 只不过这道歉晚了七天 消费者会不会买单恐怕还是未知数 记者也认为王孙生台中才逢报道